岳阳被魏文侯封到灵寿以后 曾经住过一座统治中山的小城 这座城池就坐落在今天灵寿县的故城村 但是由于此城主要用于军事防御 规模小 城内空间局促 无法作为一国都城 于是活在这座城 皇宫果断决定在岳阳城西部的开阔之地 新建一座规模宏大功能齐全的城池 作为中山国的新都城 定都零售后 皇宫开始全面吸纳中原文化 为新生的中山国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国家制度 重视农丧广泛吸纳人才等一系列开创性的举措 给中山国带来了勃勃生机 他经过二十多年 卫士中山的隐忍潜伏 最终称是复国 可以说这个对中山国他的福性 甚至他迁都灵寿 打败燕赵两国 修筑长城 这些对以后中山的发展都是非常重大的 意义非常重大 所以说后世的人都祭祀他 而且非常隆重地祭祀他 称赞他们称为环祖 环祖说他打下了他们中山国基业 为以后的复兴创立了条件 他以他自己的一种有欢之行 图前之志和争霸之气 然后全身心地洗手华夏文化 使他的文化的有秀的特质 融会到整个大的华夏民族中来 之所以在整个华夏民族的文明族内 有他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从公元前507年摆脱晋国统治 独立建国 到环公定都灵寿修筑长城 一百多年来 一代又一代中山人 毕露蓝旅苦心经营 最终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 告别了颠沛流离 动荡不安的生活 经历过灭国之痛 复国之艰难的环公 历经图治 为后世开创出一片 前所未有的宏伟基业 一代代中山人的复国梦 前国梦 在环公时代得以实现 饱经磨难的中山国 在太行山东路 乎托河畔再次崛起 中山国盛世王朝的大幕 正在徐徐开刑